哈啰 你知道今天要发生什么吗? 事情是这样子的 最近隔离在家已经接近4周了 那么在家宅着不能出门 带来的后果就是 好吧 我们就特别特别特别的想剁手 那么最近我又开始买东西 我们这次买的呢 是它 那这个就是英国B&W 也就是宝华伟健出的一款无线印象 那么我们今天就 拆了它 那这次想买个无线印象的原因 其实也很简单 觉得可以在厨房餐厅里摆一个 平常做饭的时候顺手放个音乐 或者朋友来家做客的时候 放个背景音乐啥的 好吧 说白了就是久不出门了 给自己找一个买买买的理由吧 而开箱之后呢 里面的东西也很简单 一套说明书 两个音标和欧标的电源线 剩下的就是音箱的本体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音箱 音箱 Speaker 那我们等会就一起听听它的声音好不好 好 你说的话 整个音箱的设置也很简单 手机载个APP 音箱接上电源之后就可以自动搜索到 然后设置一下联傻WiFi就可以用了 那我们现在一起听音乐吧 那我们现在一起听音乐吧 一二开始 哪来的声音啊 哪来的声音啊 谁 谁 哈哈哈 很厉害的 我以为你对那些名字 好 那再来详细说说当时选这款的原因 主要两个 1.好看颜值高 2.声音好 B&W宝华伟健是英国一个老牌的音箱厂 以前就有一款很经典的齐柏林飞艇 而这次我买的这款Wedge 是他们最新的Formation无线音箱系列中的其中一个 而这一款的设计就是我当时被种草的理由了 一个120度的扇形箱体 表面是尼龙织物 下面是这样的菱形格架 黑色这种沉稳的外表下 光一打还是挺美的 总体说 它不再是一个枯燥无味的音箱 而是一个可以抓人眼球的居家装饰 比如放在厨房 客厅 书房的书架上 又或是摆在卧室 可以说 无论摆在任何的房间 它都可以非常的融入 可以非常有逼格那就对了 另外 在功能上 它是一个无线音箱 唯一需要的 只是一根电源线 放歌 直接用手机连就好了 两种方式 一可以用airplay 要么就直接用蓝牙 再说说声音 宝贺尾间这位英国的hi-fi厂商 他们出的无线音箱 我相信他们的调音 这么一个箱体里 他们塞进了两个高音 两个中音和一个低音的单元 我们就先来听听看咯 窗外影天了 人世无聊了 我的心开始想你了 幸福的失眠 只是因为害怕闭上眼 如何相比较难 如何相积上 vídeo 相互聊天 然后淹冷 回来 在怎么办 RPCLINE MING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总的来说 它很均衡 不会高音很亮 也不会低音特别的浓重 其次 它的声音很通透 相信从刚才的那些里面 你能够感受得到 最后 它的声音给了人一种包围感 放在房间的一角 那么整个房间 都能体会到一种 被音乐包围的感觉 好吧 最后总结一下 这款Wedge 在追求的精致的居家设计和造型的同时 没有丢掉精致声音的本色 所以说 如果你是一个对于听音乐有高标准的人 同时对造型又有很高的要求 那跟我一样 估计这款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感谢观看